一定不會放過每一個外流的人 會盜死你們 你不是被軟禁嗎 欸 這一趴不能講吧 等一下變成什麼國軍的行徑 我可以解釋 什麼 他竟然這樣子 你去副幼隊 打不過就加入就在講我啊 如果有一天 你跟你的另外一半 拍愛情動作片被流出了 你會選擇生氣 跟朋友解釋 還是你會找我們Swift 然後直接跟我們簽經紀約 就是順勢出道的 我們今天歡迎兩位 有這個經驗的兩位女主角 一個是梁芸菲 一個是內內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梁芸菲 是內內 你是很緊張啊 我太久沒錄了 沒有 我算了 要不要我秀你啊 小朋友 我幫你 各位觀眾 除外有一天 當你的私密影片外流的時候 你會怎麼做 先給我們公司 跟朋友解釋 還是 欸 你真的不行耶 你坐兩位子都不行啊 不是啦 剛剛不是啦 不是啦 等一下 你要接啊 等一下 準備 坐著再來這件事情 已經過了好一陣子了 五個月吧 差不多 五個月 你幾個月 大概七個月 算是學姐啦 叫學姐 你叫學姐 好 我覺得觀眾朋友 大家應該都會有不同的想法 很多人就開始監討我 就是說 他就是 不要拍就沒事 不是啊 就是跟那個強暴犯一樣 你被強暴一定是你裙子穿太短 這種奇怪的想法嘛 對 看不到人家乃子大 跟被強暴有什麼關係啊 這件事情就是邏輯死亡 我要拍跟我要不要被外流 是兩件事情 對 我搞不好這什麼事情 對 每個都這樣子 我自己想拍 自己想留著看 跟我 要不要被外流 對 是不一樣的 排解的方式其實有一點偏逃遍 就是我就是瘋狂的出國 去沒有人認識我的地方 我覺得其實還滿有用的 當然你回來還是要面對 酸民真的是很可怕的 但大家酸你什麼 身材那麼好 那麼漂亮 我也覺得 做真的也拍得滿好看的吧 你怎麼好酸 沒有我突然就要嘴 我真的是 上次我有一集節目 我就有說過 我說酸民這個東西 他一定是有看過 他才會酸 他一定看過 所以我下次要回他說 你沒有認真看 我才沒有黑木耳磊 而且他如果有辦法酸 表示他不能只看我一次 他看得很仔細 他看得很仔細 換出個續集好了 我播這個局 播了一年之久 嗨 像我一樣 還是你們也沒一起出現 我來出現 我不要人家幫我贏 好不好去 我沒有 我沒有 剛剛San的眼中 充滿都是上機 我 直接招呼 是Money 那一瞬間San的那個 是流量 流量密碼 那個心情我感覺出來 帝國再度崛起 再度崛起 就因為你 我沒關係 我不願意 沒有 被拒絕 千萬失敗 千萬失敗 那你咧 我嗎 你說那時候 我那時候其實也是逃避 我直接把我FB刪掉 但是你逃避不了吧 你那時候還在軍中 怎麼逃避 可以啊 因為我部隊長會 直接把我關在辦公室裡面 就是有被保護 對對對 講認真是保護 可是講難聽點 你就是被軟禁 這一趴不能講吧 可以啦 這一趴怎麼 等一下變成什麼 國軍軟禁 沒有我可以 我可以解釋 我可以解釋 國軍 什麼軟禁 對不對 還有我們看一下 然後聽得差不多 那軍軟禍這樣 軍軟禍 而且要軍軟禍問號 對 軟禁 軟禁 沒有他其實是保護 可是他就是把你 扣在一個辦公室裡面 然後裡面有很多長官跟學長姐 每天就說 你還好嗎 你今天沒有吃飯 就一直關心 對 只是盼笑不開 這種這個時候過度的關心 是不是很討厭 更有壓力 就真的不需要 可是我覺得其實他們也不知道 要怎麼做 他們也不知道怎麼做 因為你身邊的朋友一定會說 欸 雲飛還好嗎 那當然不好啊 你還好嗎 那時候就是 很多人問我 欸 你還好嗎 你怎麼樣 我想說 你問什麼屁問題 真的不要問 你是怎麼回他的 就沒有回啊 你就已讀不回 對啊 我一開始在出國 玩之前 我把自己就是 關在家裡好長一陣子 然後到後面 應該沒有不好的念頭吧 有 真的假的 是因為我就是手機 後來直接關機 然後那時候我男朋友 也找不到我 朋友他們就是去 來我家 然後跟管理員說 他上來找我 因為我突然間 對 我突然間比較嚴格一點 他們就說 沒有辦法上去 我朋友就說 那可以打電話上去 看看他會不會接嗎 從關子師打 然後就打 因為那時候我就是在睡覺 我也沒接 因為我那陣子比較不好嘛 就是吃比較多鎮定的藥還是什麼 安眠藥啊什麼的 對… 我那個朋友 女生朋友 他就直接跟管理員講說 你應該也知道他發生什麼事情 如果你現在不讓我上去 除了… 管理員知道嗎 知道啊 那管理員有沒有關心妳 等一下我可以講 欸 然後管理員嚇死我 因為真的因為管理員真辛苦 不好意思 他有密碼鎖 他就把門打開這樣 然後看到我… 那管理員有你的密碼鎖 我朋友啦 我想說管理員為什麼有他的密碼鎖 最暖心的關心 我有一個好朋友 就那個LINE我 他就說 你知道你發生什麼事情了 還撐得下去嗎 你不一定要回這個訊息 但是我在 就是… 那不錯對不對 我就會覺得沒有壓力 那我也同時知道 你是在關心我 我那時候就是事情發生之後 思密是什麼 團隊 他是一個… 玻璃部的思密集團 對… 會阻止性思密影片散播為害 然後他就推 他就推了那個 IWIN給你是不是 他們是一連串的 所以他們是同一個平行線上的機構這樣子 對… 因為我那時候事情發生之後 我想說完蛋完蛋 死啊 查Google第一條跳出來的就是 然後下午社工就打電話給你 我覺得是有用 因為他會跟你說 你去哪邊報案 比較好 那我就自己收集 然後你知道 真的是 超難的耶 因為你就要 當你在收集的時候 我可能收集了200個截圖 你就會一直看到自己的截圖 然後看200次 這就是我想講的 你就會覺得…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過程 申請方式 這個計畫本身是好 但他沒有 他後來改了 因為我的關係 因為你的關係 給他個掌聲啦 真的 真的是照顧啊 他後來可以別人幫你丟 沒錯 你怎麼知道 因為他後來其實也有跟我說 就是可以別人幫你丟 因為你如果本人自己去丟 那不就是2度 3度 4度 500度傷害嗎 就你要那邊結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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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 然後看到大家在討論你說 哎呦很正喔 其實他們也是有在進步的 因為這個機構其實也是比較新 可能也沒有遇過像是比較流量大 還是大家一直在吵的這個 我要坐高鐵上台北的時候 他們就說他們會派那個女性的警官 然後穿便衣 然後會在那個高鐵的 沒有他們在高鐵的那個出口等我 然後就傳說那個女警是穿什麼顏色的衣服 我覺得很酷 然後我就覺得 哇怎麼會有這種特別的經驗 因為就是不想讓你被 所以我就覺得這很貼心 台灣的法律有改 所以我覺得這個對我們發生這種事件的受害者來講 其實是越來越好 變得很有個善 對 因為我其實我不是說 遇到那個說不能報案的警察嗎 然後我就 好算了不然你給我一張 我有來這邊詢問的單子 因為他說不能做譬如什麼都不知道 因為他說我自己什麼都不知道 他們沒辦法辦 然後我想說好算了沒關係 我就回去 就問那個跟我聯繫的私密的社工老師 他就說 什麼他竟然這樣子 你去副幼隊 他就跟我說你去副幼隊 因為副幼隊其實對處理這種案件 他們比較有經驗 副幼隊 然後甚至已經有人 那個有團隊成立 就是專案小組幫我弄這件事情 建議大家把他下架 我一定不會放過每一個外流的人 我會告死你們 讓你自己怎麼走出來 我覺得其實最需要改變的是自己的心 因為如果你一直就是讓自己張在那邊 你就是永遠都不會去接接受外面的事情 一切 一直出國去玩 你去了哪裡 我講了我覺得人家不會知道 什麼意思 哪個國家不會知道 我打架耶 不是 對他真的把我當酒店經紀 誰不知道 誰不知道 打不過就加入就在講我 打不過 加入最大 那有PTT討論內內是說 就是 究竟內內做這件事情 是不是一個有關女性 我坦白講 直接接受 然後直接順勢出道 我覺得很 我覺得超狠的很厲害 我那時候被外流的時候 他一直思緒我 然後關心我 親愛的 親愛的 他那個假關心 然後他想要幫你 沒有 首先 等一下 你會 好可怕 殺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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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被今天就賽收下去 你說你應該還好吧 最近應該走出了吧 你還不要加入我們